今天是军种决赛 参赛者有陆军冠军泰勒 空军冠军奈克 陆战队冠军金 海军冠军礼 本期将决出军种冠军以及五万刀的得主 比赛材料是两种成品钢材 似乎是要制作大马式格钢匹 而且刀具被限定为M3毫勾刀 规定假刃的设计必须要占刀身的三分之一 而成品将进行穿刺油筒和切纱带的测试 比赛限定了三小时的锻造时间 这四位都击败了自己军种的同伴 代表着各个军种的荣耀 大力本毫无波澜 泰勒则通过打磨清理了材料 而李和金两人则是通过饼铜来清洗 看来大家都积极地恶补了不少知识 毕竟制作大马式格并非一世 尤其是对于像李这样从未有过经验的人来说 因此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进行操作 因为在比赛中 断接失败可是常见的事情 迈克将加热后的材料开始进行冲压 一切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 泰勒很快完成了断界 切割进行了叠层 展现出了最高水平的技艺 金也开始叠层 直接弯折了钢梯 军种竞争激烈展开 然而在冲压的过程中 他明显出现了脱层的情况 这可能是堆叠前没有进行清理 时间已经过去一小时 金果断选择重新开始制作 为了使自己的钢梯独具特色 李开始制作水滴纹 看来今天所有人都拿出了最强的战斗力 与此同时 迈克也开始切割自己的钢梯 准备进行叠层 但在冲压的过程中 他的屁股直接翘了起来 导致进度耽误了不少 时间还剩最后一小时 落后的金也赶上了进度 开始进行打磨了 李也完成了刀片 不过他上回的刀子不太符合标准 这回认真的研究起展品了 时间不多 泰勒首先完成了脆火 慢慢地在桶边等待冷却硬化 陆军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金斑出了喷枪 开始对刀刃进行加热 完成了脆火 最后15分钟 迈克也完成了 李也在最后时间完成了脆火 这颜色看起来还挺不错 时间到 开始验刀 首先是泰勒 刀纹挺不错 刀根有点偏 不过还是很好修正的 然后是迈克 刀子的形质有点偏差 更像匕首了 然后是金 钢匹断接的不错 不过假刃几乎不太看得出来 最后是李 虽然从刀型上完成度不错 不过刀刃上有一个线条 可能是脱层或者裂痕 经过平溺 李因为结构的问题首先被淘汰了 海军首先出局 第二回合 完成刀柄修复瑕疵 必须得有S型护手和碎骨源头 两小时的制作时间 泰勒在水桶里纠正自己的刀根 希望不会产生结构问题 金这边要先完成刀柄 最后采取修复假刃的问题 大家完成度不错 制作进度还行 迈克的刀子差距最大 需要重新进行打磨 他直接打磨了一小时才开始制作刀柄 他本来就落后了进度 还要选择比较难的烧刀柄 费了不少时间 还好烧过了 时间不多 他得快速地完成其他组件了 泰勒已经完成了刀子 进行了酸镜 金也最后做好了假刃 时间不多 迈克穿梭在攻防 直接暴力安装了源头 最后时间 他直接将刀子丢进了酸桶里 时间到 开始测试 强度测试 大力本刺有桶 首先是金 刀剑完好 不过刀刃出现了受损 然后是泰勒 刀子保持完好 轻松通过测试 最后是迈克 源头果然松动了 不过刀刃还是保持得不错的 接下来是狗哥的欢乐时间 切沙袋 首先是金 虽然刀刃受损 不过锋利度没有太大的影响 然后是泰勒 狗哥这刺杀位置很刁钻 很致命呀 刀子很舒适 使用起来也是很得心应手 最后是迈克 刀刃锋利度对比下来差一点 有的部位不是很锋利 这下有点显而易见了 迈克因为测试中略逊一筹被淘汰了 空军出局 这下一等人和二等人都被淘汰了 陆军和陆战队争夺最后的冠军 本期决赛武器 尸首剑 这是乔治华盛顿最喜欢的两把剑之一 独立战争时期 尸首剑就是乔治华盛顿将军使用的武器 他由费城的铁匠为将军特别制作 曾佩戴此剑参加很多重要的事件 选手将有四天时间完成制作 决胜军种冠军 回到攻防 泰勒开始切割钢材 准备制作大马士格钢梯 他深知大马赢一半的道理 已经在比赛中都做了多次了 算是比较熟练了 金这边准备整钢成型 上回使用的模具这回还能接着用 也是不浪费 第二天 泰勒完成塑形后进行了热处理 金也在夜晚完成了脆火 第三天金开始制作狮子头了 先用蜡烛雕刻一个出来 然后进行了铸造 最后的成品貌似不太成功 第四天泰勒从来没搞过雕塑 有点为难 家里的工具全都轮番来了一遍 不过最后成品看着还不错吗 回到演播室 我们来看成品 首先是金 1075钢锻造 鹿角刀柄 整体比较简洁 然后是泰勒 123层大马士格钢梯锻造 刀纹挺不错 护手装饰也是大马士格 同志的尸首有点像熊 今天节目组要烤肉了 狗哥杀戮时间 这是眼馋别人的酒了吧 刀柄恰到好处 刀刃非常锋利 就是没有斩断有点难受 然后是金 剑偏重而且集中在前端 不是很好操控 握把连接的链子被震断了 强度测试 许久不见的切冰柱 首先是泰勒 链子也是掉了 不过刀刃没有受损 刀刃依然保持锋利 不过链子是掉完了 握把不是很好握紧 锋利度测试 狗哥登场 首先是泰勒 武器重量不易快速出刀 不过切割还是没有问题 然后是金 因为握把的原因没法紧握 从而无法发挥出最大的伤害 其锋利度受到了影响 从测试的结果来看 两人的刀都偏重 都掉链子 不过金的刀子还是略差一些 泰勒代表陆军获得了军种冠军以及五万刀的奖金 断刀大赛第六季第十五集 今天的材料是一堆健身器材 这一堆老旧器材 材料倒是不少 不过有高碳钢和低碳钢 选手需要选择两种不同的钢材 锻造一把11到14寸的刀子 成品将进行砍退配重和切砂带的测试 三小时的锻造时间 大家都看上了直杠灵杆 一群人直接进行了瓜分 布莱斯顿先压缩了直杠灵杆 准备和曲型的杠杆结合制作三枚刀片 他感觉直杠杆应该是高碳钢就放在了中间 杰克切割了设备架子软钢也是准备做三维钢 这架子的材料打磨过后看起来有点薄啊 海尔打算先做出刀片 然后再不重要的握把加上软钢 这样比较安全 毕竟是比赛 意外太多了 时间过去一半 布莱斯顿的钢劈断接的还不错 设备也是用得很熟练 塑形进行得很顺利 史提夫塑形过后 将软钢焊接到了刀柄 老爷子不打算和年轻人比体力 要以智慧取胜 用了比较取巧的方法 杰克的三枚钢在断接的时候 出现了一点脱层 他去了研磨台打磨看看情况 时间只有最后半小时 布莱斯顿首先完成了脆磨 结果发生了桥区 他又丢回了炉子里 他心里有点慌 自己在家锻造 还从来没有瞧去过 他矫正了一下后 对刀刃进行了加热 进行了局部脆磨 还是有问题 然后他又放了回去 这时史提夫完成了打磨 也进行了脆磨 检查一下 刀子硬化的不错 杰克也在进行最后的加热 正面照是防止脆磨烧到胡子吗 最后五分钟 凯尔完成了 看起来还是比较值的 布莱斯顿进行了第四次脆磨 时间到 开始验刀 首先是杰克 刀刃很轻薄 靠近刀跟位置有一点桥区 然后是布莱斯顿 刀子完成度不错 不过多次的脆磨可能会影响结构 然后是凯尔 刀跟的软钢断 皆有一点脱槽 其他都还行 最后是史提夫 肯德基小尺子一凉 尺寸不够 这老师傅有点太过于相信自己的经验了 标准没有达到 他只能被淘汰了 第二回合完成修复和刀柄 既然是健身专题 刀柄的材料要使用举重腰带 和健身垫子来进行制作 而且得有护手和源头 三小时的制作时间 最近节目组很迷恋着皮革握把 连续做了好几期 凯尔直接利用了腰带上的孔洞 直接扩大一点就能用了 他挺机智嘛 杰克则是软化了刀背 既有利于测试又修复桥区问题 时间过去一小时 布莱斯顿的皮带钻孔不太顺利 皮带太厚 钻孔老是卡住 无奈他只能手工进行打孔 皮革叠层的握把对刀根没有很多的支撑 不像饼材会有加固的作用 所以刀根的自身结构相当重要 杰克直接制作了一个大号的开孔器 虽然花了不少时间 不过皮革一次直接成型还是挺不错的 没想到他还是个发明型的选手 时间还剩最后半小时 布莱斯顿先做好了自己的肉串 他在打磨的时候因为速度太快 握把出现了孔洞 时间不多 他只能上点补丁了 最后时间 杰克敲平了刀根 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打磨刀刃了 时间到 开始测试 强度测试大力本坎配种 首先是布莱斯顿 刀子出现了卷刃的情况 其他的还保持得不错 然后是凯尔 刀根直接断成了两截 断在了焊接软钢的地方 看来取巧也是有风险的 最后是杰克 这慢动作我还以为要反转了 凯尔顺利被淘汰 本期的决赛武器长卷刀 长卷是岛国聚气长度 尺寸所分类的一种刀 全体长6到7尺 丙长3到4尺 是一把双手武器 其形状大约像刀柄 叫长支大太刀或也太刀 长卷大约是在江户时代中期出现的 现在主要是古兵器收集者的收集品 选手将有4天时间完成制作 回到工房 布莱斯顿压根没听过这刀子 而且这么长的家伙 脆火是个大问题 他选择了稳妥的成品钢材进行制作 杰克在空军的时候去过那边 还算知道一点点 他用了尺度比较接近的钢材 加上机械的配合 很快就完成了塑形 第二天 布莱斯顿完成了刀子 进行了卧室的脆火 刀子如愿地出现了桥区 不过取度还差一点 然后进行了二次脆火 出锅看一下 这回差不多了 然后他开始做组件 杰克这边也进行了脆火 出锅后立马先测试一下 刀尖直接断掉了 一切只能重头再来了 第三天 布莱斯顿完成了组装 剩下的就是编织了 第四天 杰克完成了第二把刀子 他一天的时间全用在了最后的组装上面 毕竟复杂的组件 加上还有那么长的刀柄 编织起来也是要花费不少时间 回到演播室 我们来看成品 首先是布莱斯顿 5160缸锻造 铜和软缸的组件 白辣木的握把加上喜庆的缠绕 然后是杰克 1095缸制作 木木金的组件 比较传统缠绕 缠绕手艺还不错 狗哥今天又要烤肉了 首先是布莱斯顿 猪皮紧厚 不过刀子很锋利 而且很轻巧 狗哥都忍不住多耍了一下 然后是杰克 感觉这只的脂肪有点厚啊 刀子平衡很不错 虽然锋利 不过没有切断就差点意思了 强度测试 肯德基砍竹子 首先是布莱斯顿 刀刃没有任何受损 切割很平滑 然后是杰克 刀子没有任何问题 刀柄有一点点宽 缠绕倒是做得很不错 很舒适 最后是狗哥耍帅时间 首先是布莱斯顿 坎靴都没有问题 依然保持得锋利 然后是杰克 也是十分的锋利 从测试的角度来看 都没有特别突出的问题 这下评委为难了 经过商议 杰克因为刀柄的舒适度略差一点 以微弱的劣势痛失一万刀 可能还有个原因 就是没有斩断猪膏子吧